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 转发 打赏 雪红狼要去找军火 快去报给解放军 尚鬼叔是你吗 尚鬼叔 大小姐 六年前我大难不死 桂石神钗遇上了一阵风 我调教他 让他在废窝帮我大探消息 我始终没见你 是怕给你火上浇油 好在你身边还有牡丹他们 我原来一直以为 黄亦菲是个坏小子 可经过这几年江湖上的了解 还真冤枉他了 您说对了 这个小子我算是了解了 他说要跟我结婚 现在世道好多了 有他护着你 我就放心了 可有一条得嘱咐你 你毕竟是个女娃 为你爹报仇的事 让黄亦菲他们去干 马爷就你这一条跟了 尚鬼叔 我爹他是死在 恶匪头子的手上 我作为解放军 是匪就得缴 而且要全力以赴 越快越好啊 好 尚鬼叔跟着你 帮着你 护着你 大哥 我回来了 大哥 你不知道这些天 外面多热闹 先别跟我卖关子 我怎么一心听 你这胡汪汪 见到马牡丹了 见到了 他答应很快就来 怕他条件 蓝哥 让你说着了 他还真有个条件 一个老娘们儿家 他能有什么条件 蓝哥 你可真有艳福 牡丹说 知道你压寨夫人 给胭脂马留着呢 人家要当咱寨子的 二当家 我答应他 那他入伙得有个见面礼 马大山留下的金子 他抬了几箱啊 蓝哥 胭脂马那么精明 能把金子给牡丹吗 你还替他说话 蓝哥 听着 对咱们这二当家的 要高阶远迎 我得让这牡丹花 开得艳艳的 根据周方所说 中复关的往返时间 和我跟逃出来的 矿工印证的信息 我个人推测呢 军火库 应该在大漠深处的 这三个点上 怎么确定具体位置 矿工虽然被蒙上了眼 但都说 进入洞穴要下行很久 洞内阴冷且有水声 应该是地下河水流经的 天然洞穴 而据我推算 符合以上所有条件的 只有这三个理 有道理 还有几种可能 我们要做好 充分的思想准备 既然情报说 薛红狼掌握了 军火库的地图 那么情况 就会变得非常的复杂 张世光 是否会将军火库转移 而转移 又需要多少时间 会把军火库 转移到哪里 张世光残佈 现在隐藏在哪里 薛红狼手中的地图的真伪 他是否已经出动寻找 这些都不得而知 照你这分析 咱们应该朝哪边下手啊 根据现有条件 这一切都是推测 所以说 这其中的每一种情况 都有可能出现 乞丐力目前不好估算 我觉得不管这事有多复杂 还是先根据老周拿来的线索 和薛红狼这两条线索 先摸着看 这样安排 陈武 赵富贵 你们各带一个小组 按照赵富贵分析的 第一种可能搜寻 黄义飞 你和马木兰同志 侦查薛红狼的动向 并跟踪 抓紧时间 及时回报情况 是 不是原家不聚首 又和黄义飞 编到一个小组了 不知道谁丢下的一封信 写的什么 薛红狼的 他绑架了二姐 什么 他想干什么 他要逼我出面 大京你不能去 我要去 一时救母丹 二时去了他的窝 把军火库的地图搞到手 你跟黄义飞说 我先行一步 古奶奶 真是对不住你了 咱们都没想到 这家伙 他太阴毒了 不断想对策 郎哥 是不是没想到啊 郎哥 你 薛红狼 你这么做 不怕被江湖耻笑吗 得了吧 就你那点花花肠子 还想跟我斗 郎哥 牡丹花开 能给咱们寨子 带来好运 滚 薛红狼 你就不怕 我们燕之寨的人 找上门来吗 那赶紧来吧 我这红石寨的兄弟们 这么多 都等着呢 咱们来一个 亲如一家 怎么样 郎哥 你还真是为弟兄们 着想啊 薛红狼 把人给我放了 你怎么来了 好糊涂啊 快走 现在想明白了 好戏 这才开罗 按你信上说的办 放人 好啊 既然你来了 那我自然放人了 你任放 把人放了 好 是 快点 木兰 你快走 别管我 我明白你的用心 不当解放军了 就带好姐妹们 你 马木丹 赶紧回你的胭脂寨啊 从今往后 咱们井水不犯河水 记住有一点 千万不要再打我的歪主意喽 赶快走 快 快走 慢走啊 你还站在这儿干吗 滚出去 兄弟们 吃吧 赶快 胭脂啊 胭脂 你渴上我的门了 我就喜欢你这骨子尽头 狗冲 你一点忙也帮不上 木丹 木丹 你等等我 你听我说呀 没工夫听你瞎唠叨 木丹 木丹 咱们哪得想想办法 等他们找到军火 那就更难对付了 说的也是 我安排人去告诉解放军 你先盯着 木丹 木丹 我怎么感觉咱们走错了 没有啊 咱们一直沿着地图走过来了 是吗 我怎么感觉不对啊 这好像和团长 回忆的方位有偏差 现在咱们得再校正一下 赵福贵 赵福贵 队长 马木丹也传口信来了 我现在得赶紧和马木兰会合 队长 马木兰同志一个人 处境会很危险 估计薛红狼也在找军火库 可能已经不在红石寨了 你说的对 现在当务之急 是赶紧找到他们 队长 我让他们俩跟着你吧 不用 我一个人就可以 没准咱们两边找的路线 一样会碰上 好 我是老赵 这次任务特殊 不管出现什么意外情况 只要还能喘口气 就得汇报到老舟那儿 是 队长 您小心点 好 快去吧 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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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样兄弟 没事吧 没事 好 你别投了 驾 驾 燕芝麻来过没有 没有 确定 来过 去哪儿了 不知道 他走了 起来 估计黄队长找到薛红狼了吗 是啊 咱们得抓紧时间 就好能会和尚 按照黄队长命令 抓紧搜索 往天赶 驾 你这儿想达到薛红狼了吗 小王 你这儿不想达到薛红狼了吗 好 我 你这儿不想达到薛红狼了吗 你这儿不想达到薛红狼了吗 说了吧 薛红狼 你心里就想着那点事 心急吃不了热豆腐 没出息 不想急呀 咱们今天晚上 就洞房 好 还有还有还有 姑奶奶没那么见 今天到这 我是来找你说正事的 你把我看成什么人了 别再兜圈子了 我还看不出来 你是秦郎大队的奸细吗 奸细 解放军 会放我一个女人 来洋入狼嘴当奸细 我投解放军 是因为他们 帮我杀了满天星报仇了 现在我也该 回我的江湖了 真能变 你以为能骗得了我吗 信不信有你 别追悔莫及啊 张世光马上完蛋 兔死狗烹 你放聪明点 跟姑奶奶走 你说张世光要完蛋 张世光现在 让解放军撵得 根本没有地方呆了 他的军火库 也快被秦郎大队给毁了 什么 解放军找到张世光的军火库了 看你紧张的样子 秦郎大队倒了张世光的军火库 你是不是怕了 我猜对了吧 张世光完蛋 正好我一家独大 可他的军火库不能回 你想据为己有啊 何止想啊 他现在就是我的 是你的 又何必劳师动众 清朝而出啊 不该早搬回来了吗 路途遥远 风沙又大 我也是做了这么久的准备 才敢去搬的 看来这军火库 已经姓薛了 不过你啊 得快着点去 秦郎大队的行动可快着 这解放军 怎么会知道张世光的秘密呢 你想想 你们土匪都能得到的那点秘密 放在人家解放军手上 还算什么事吗 你疑神疑鬼的 要让解放军赶到前头 你可就白忙活了 你 到 带十几个兄弟留在这里 是 如果半夜解放军没有来 马上与我会合 那要是来了呢 派人给我报信 你拼死给我顶住 能拖多久 就拖多久 是 谢谢你了 陪哥哥一块儿吧 走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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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呀 时候差不多了 什么时候啊 你说呢 你手下一帮废物 没准一个都没跑出来 就全让人家解放军给灭了 有可能让你给说着了 不过要是真如你所说的话 那这会解放军早就该追上来了 解放军找的是军火库 追你有价值吗 人家比你先到军火库 等你去了一勺会了 假设解放军把我留下的人都干掉了 说明他们在我后头再快 也不可能超过我呀 你这谎话没边缘哪 胭脂马 你在骗我 你在暗地里待的年头太长了 杨坚的事你想不明白了 是吗 我倒要听听这杨坚是个什么道理啊 薛红狼 你就知道红石寨那点事 自以为聪明 别忘了秦郎大队有黄一妃 他知道的大漠通道不比你多吗 他们就不会选择其他的道路去军火库 这 把那只眼也睁开 少打扰姑奶奶卸着 嘴力如箭 哥哥我 打心里头爱听 每句话都在里 哥哥我放心了 想明白了 这么着 这磨刀啊不误砍柴工 咱们现在 就洞房花竹 怎么呀 少路 什么事 狼哥 那几个显放军抓住了 好 看看去 是 走 走 快走 走 抓了几个 半哥 打死了两个 抓住了一个 应该了 狼哥 辛苦了兄弟 你个阴晴不定的土匪婆子 你对解放军万恩负义 你都死到临头了 还敢嘴硬 别跟他废话 我 人还没审呢 干嘛要先杀 审不出来 解放军宁肯咬到了舌头 他都不会招的 你 你 小沫 你来 那也不急于现在啥 等我们接手了军火库 记齐多好 对对对 就听你的 你 找死啊你 来人 老哥 老哥 前面探他路去 是 水 怎么 你可怜他呀 把他渴死了 到时候拿什么机器 快点儿 走 走 快点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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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给我打 走 走 走 快点儿 回便室 快点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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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 飞映 出来吧 我知道是你 看距离 看枪法 看准头 除了你 没有别人 赶紧把枪放下 不然的话 我就逼了他 兄弟 咱俩的缘分可真不浅哪 六年前 你用枪指着马家大小姐 让我放她一条生路 今天 我就用枪指着咱俩的女人 让你自寻死路 把她放了 可以啊 你死了我就放了她 你走 我跟你非亲非故 我用不着急救我 闭嘴 别动他 把枪放下 我说了把枪放下 不然我宰了他 把枪放下 这下你满意了吧 好话 你们俩 还真勾搭到一块去了 嗯 别废话 你答应我要放人的 好 我已经放了 至于他跟不跟你走 那可就不关我的事了 莫兰姑娘 你过来 我不走 我现在已经不是解放军了 你疯了 兄弟 你听见了吗 这可不关哥哥我的事了 不是我不放人啊 既然我不走 怕也不用死了吧 说得有道理啊 那我得好好的想一想 桓海妃 你过来 过来 你给我放开 你给我过来 我跟飞鹰 也算是兄弟一场 虽然这兄弟 做得有点别扭 可还是有那么点情分 我给他一条活路 不 我见过沙漠上的干尸 没吃没喝 他活不过一天的 这就是你给他的活路吗 这不正好 你绝了一份挂念 我也少了一个对头 干尸也算是哥哥我成全他 小红狼 你把他给我放了 我什么都答应你 好 你当面跟他说 你答应我什么 嫁你 只要你放了他 我就嫁给你 麻布兰 我死人一个 你赶快滚 你滚 过来 你滚啊 你滚 还真是情深义重啊 你 你 学虎狐狼 看到了吗 你干畜生 你才是我的 是我的 你滚 你 过来 黄玉飞 黄玉飞 不老 黄玉飞 公公 我 所以 我 或是 我 jot 好 оф 我 就是 来 兄弟 咱俩溜吧 就现在 把箱子给我 快走 快走 走 快走 走 走 这边 后面的跟上 长官 跑来两个丢了一只箱子 别追了 薛红狼这煞星来得太是时候 还好咱们把这最后一批运了出来 抓紧车离别让他发现 传话下去 从现在开始 谁要是敢再跑 一枪毙了 是 抓紧时间 谁要再敢带卖 别想躲过我的军官 快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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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还得再来点 醒了 我还要水 水 水 咱们走吧 卫卫兄弟 多谢你们相救 没事没事 那你人都活了 我们就走了 等等 走 我是解放军 走 他是飞婴 我看出来了 你们心肠善良 你们不应该做土匪 飞婴 赶紧回家吧 是啊是啊 那 那我们走了 走 等等 我问你们俩 这是从哪儿来的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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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来救人 炎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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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水 快拿水 大哥 快水 炎汁水来了 炎汁 水 现在必须立刻找到水源 要不然谁也撑不下去了 大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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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搞的 君火库找到了 外面都是炸药 兄弟们都被炸死了 张世光 这次我绝对饶不了你 兄弟们 走 打击精神跟我走 把他们两个带上 走 君火库 飞银哥 现在军火库可去不得了 别废话 赶紧告诉我 我有正事 张世光飞逼着我们转移军火库 现在天下太平了 我俩实在不想当毒匪 就偷了这点东西 跑了出来 飞银哥 你可以去打听打听 我俩真没干过什么坏事 是啊 我们偷这点东西 就想换点钱 凑个路费 也好过安稳日子 我明白 那告诉我军火库在哪里 绕过眼前这座山 向西沿着大路抓紧走 如果不起大风的话 我们的马队还留着提议 这些麻烦大了 行了 我自己去找 你们俩回去吧 那行 咱们走吧 等等 我想给你们做一笔买卖 我们解放军刚好缺炸药 我把这个炸药给买了 这个 是我身上所有的钱 先给你们 拿着 还有这个 你们拿着这张字条 好 去秀陵城找一个叫周正阳的 他会把所有剩下的钱 都给你们 好 都给我小心点 来 这边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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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狼哥 这里什么都没有啊 狼哥 里边也是空的 张世光真是费尽了心思 薛红狼跟中了邪式的往里钻 你一个人 给薛红狼周旋有多危险 黄队长还不知道 是死是活 军火 军火 我的军火 狼哥 咱没找到军火 该找水源了吧 水 水 水 就这道水 老子现在要的是军火 军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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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给我去找 找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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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给你只挑明路 放下屠刀向人民政府投降 我 血红狼狼 有种啊 我倒要看看你这解放军骨头有多硬 不焉上 我们一起去水 tale的 霍队长 你怎么样 黄队长 我没事 别管我 赶快去救颜值吧 给 拿上 咱们现在出境凶险 只有让你出马 走这招险棋了 我有个 两全其美的办法 但是你得跟我经常合作 合作可以 我必须要一个人的命 你怎么证明 你就是马福盟 马天河已经答应与我们结盟